就连杨子从业多年,童星出身拍摄过多部影视作品,都会有人吐槽他的颜值和身材,但说句实在话,杨子只是因为骨架比较大,而且面部软组织丰富,所以才会显得胖嘟嘟的。 就算现在的杨子上镜,会显得胖石金,但我们看他日常的生徒,还是得夸一句美女,巴掌大的小脸蛋,白皙的皮肤,和普通人相比,还是漂亮很多,由于杨子很小就拍戏了,所以,大家都见识过他发以前小胖妹的模样,他本人也说过,自己连喝水都会胖,但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,杨子已经成长为演技人气双高的演员,曾经还是会有人嘲笑他是土肥猿, 这一切都是因为杨子比例不太好,胳膊就比较短,还很有肉感,在这一众身材纤细高挑的女艺人中,确实显得格格不入,杨子也算是普通女孩逆袭的典范,小时候,就因为长相被宋丹丹说,不适合当演员,但为了自己能做演员的梦想,杨子还是坚持自己的演艺事业,相比小时候土肥猿的形象,杨子已经改变了太多,外人根本不知道,他为了变成美女,究竟付出了什么? 在拍青云志的时候,还在网上向网友询问瘦身的办法,可见,他为了减肥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,毕竟他就是一胖体质,为了符合香蜜中花神之女紧密的形象,他坚持减肥,会经常请同剧组的演员吃饭,但是,他就坐在一边一口也不吃, 而且在拍摄的过程中,杨子还发自拍说,自己开机第一天的自己相比,已经足足瘦了14斤,每一次演戏都会被吐槽太胖不上镜,他自己压力也特别大,看着盛装打扮的杨子,路人都纷纷驻足拍照,五美延伸图下的身材鲜瘦,笑容也是明媚可爱,现实中的他,不仅五官小巧可爱,而且身材也是盘量调顺,找对风格真的惊艳众人。 感谢观看